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以军新闻处发布消息称,以军队从叙利亚进入以色列领空的一架苏霍伊飞机发射了两枚防空导弹 以色列空军飞机AFP-2018GACKGUEZ军确认对续军阵地发起攻击军方新闻搞衬,该机深入以色列空域两公里,已被拦截,新闻搞衬,这架飞机属于叙利亚空军,一名军官衬,以色列军方确信,从叙利亚进入以色列领空的飞机,不是俄罗斯空天部队的飞机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以色列国防军击落的叙利亚,塑造22战斗机,并未进入以色列本土之内,这架战斗机所侵犯的空域应该隶属于哥兰高地,即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 按照以色列控制哥兰高地之后,在美方斡旋下,与叙利亚签署的协议,续军此举可视作为对以色列空域的侵犯 从叙利亚方面来看,无论叙利亚国家通讯社SAN发布的消息,还是叙利亚国防部张贴的通告,都宣称叙利亚战机,并未进入以色列境内 这架战机被击落时,正在执行地面轰炸任务,战斗轰炸机的目标,是消灭为处于伊尔木克河谷的武装分子 而叙利亚政府军,正在该国南部地区攻击反政府武装,尽管有炮兵和空军打击,特别是俄罗斯,威胁助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势,出动苏到34战斗轰炸机进行支援 叙利亚政府军的推进仍然非常缓慢,武装分子多次打退叙军进攻,叙利亚本想在该地区的战事中,发挥空中优势,遭到以色列的打击之后,空军的使用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和限制 不过不管后期情形怎样,俄罗斯空军一定会像过去那样,继续向叙利亚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